Hi everyone, it's Monica 莫妮之前也介绍过一些 在莫妮喜欢的女孩名字当中 较常被念错的一些名字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进去看看 那莫妮今天要来分享的呢 是适合用来命名的花名 喜欢花的朋友们绝对不能错过咯 那说到花名 我想大家一定会立马想到 Lily还有Rose Lily 百合花 给人的感觉就是天真无邪又清纯 所以一直是一个备受喜爱的女孩名字 Rose 玫瑰花 给人的感觉则是热情奔放又艳丽 会让人想到电影《铁达尼号》里面的女主角 那其他常见的花名呢 还有Daisy Iris Jasmine Poppy 以及Violet 清新脱俗的Daisy 小橱橘 是一个很适合温清少女的名字 英勇无味的Iris 鸢尾花 有三个花瓣 个别象征 Faith 忠诚 应有Valer 以及智慧 Wisdom 美丽动人的Jasmine 莫莉花 让人联想到的是阿拉第神灯里面的莫莉公主 Poppy 音速花 虽然是用来提炼鸦片的花 但其实在国外不太会立马被联想到毒品 反而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活泼可爱动人的小女孩 Violet 紫罗兰 可能因为颜色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是高贵典雅又很有气质 那除了以上叫常见的花名之外呢 其实英文中还有很多适合用来作为英文名字的花名 是属于比较小众的 那莫尼从中挑了五个我个人最喜欢的花名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温柔婉约的Azalia 杜鹃花 Azalia 第二个 乐观开朗的Leilani 来自夏威夷的天堂之花 Leilani 第三 纯净无邪的Camellia 山茶花 Camellia 第四个 扩达大度的Dalia 大力菊 Dalia 也可以念成Dalia 第五个 独立大方的Amaryllis 朱顶红 Amaryllis 那莫尼会特别选出这五个花名 纯粹是因为它们听上去真的很美 那除了花名 其实还有一些很美的庶民 以下两个呢 就出现在2020年 Top100女孩名字的排行榜上 第一个是 Hazel 真树 没错 就是真果巧克力 Hazel not chocolate的那个Hazel Hazel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 是一位落落大方 聪明伶俐的女孩 第二个是 Willow 柳树 这个名字给人一种成熟的知性美 是一个蛮优雅的名字 OK 以上就是梦妮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花名 我们来快速的回顾一下 这些美丽动听的名字吧 Lily Rose Daisy Iris Jasmine Poppy Violet Azalia Leilani Camellia Camellia Dalia Amarillis Hazel Willow 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梦妮自己最喜欢的花 叫做满天心 满天心的英文叫做 Baby's Breath Baby's Breath直翻就是婴儿的呼吸 有种很轻柔的温馨感 是不是很美 虽然这个Baby's Breath的名字不适合用来命名 但是还是想跟大家分享 OK 那今天花名的部分就分享到这咯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去按赞分享加订阅 开启你的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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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